熱帶風暴哈維離開海岸,風力減弱,被降吸為熱帶低氣壓,但還是很危險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警告,德州東南部和路易斯安拿州部分地區 這個星期內會危及生命的災難性紅患,還將持續 哈維週末轉移到東北部地區,並進入中大西洋時 可能還會帶來大雨和洪水的威脅 哈維、維德州和路易斯安拿州帶來破紀錄的洪水 巨大的破壞和越來越多的辛酸 特州因為哈維巨峰造成的死亡人數不斷上升,已經多達30多人 一日前在德州載區視察的美國總統川普在星期三說 這場危機觸發了美國人民的力量、愛心和決心 鄰居和陌生人都能夠互相幫助 風暴中心最嚴重的影響,星期三向東移動 從休斯頓轉向德州東部,其中包括博蒙特市 這座人口11萬的城市四周全部都被洪水切斷了和外界的聯繫 傳媒集中報導了那裡的救援努力 數以萬計人被送往臨時庇護所,包括很多被直升機從洪水中救起的人 休斯頓居民始終陸續返回幾個道路可以通行的社區 看看哈維令到他們的家園變成怎樣 迎接他們的濃重發霉和腐爛味道 大眾看到房間裡都是被洪水毀壞的家具 對泥臨地板和地毯以及被損毀的財產